舆论也从实体转向虚拟网络空间 有数据显示冠状信息的微信指数在1月20日首次上涨到千万级别 达到2400多万 而在前一天即19日还没有到300万 随后信息开始大规模爆发 到1月23日仅三天时间微信指数暴涨至1.27亿 至1月27日微信指数超过2亿 与此同时信息与舆论厂明显从主流媒体转向互联网媒体 2月5日至2月12日期间 关于疫情的信息总量是685万7179条 主流媒体报道仅占314644条 微信APP微博成为主要的信息传播平台 整个武汉的疫情呈现出来的网络舆情的状态 第一个特征是持续时间特别长 这个其实有点颠覆我们之前对网络舆情的认知 我们经常说互联网是健忘的 就网络舆情一般来说它的流转速度会非常快 一般性的舆情它的生存周期是3到5天 长一点的重大舆情生存周期也不过7到10天左右 但是这次我们发现这个武汉疫情的这种 我们的关注度时间持续的非常长 我们现在已经都一个多月了 而且过程当中很有意思 它没有其他的 疫情参与 当然 虽然说这个母疫情 这个总疫情 就是武汉疫情这个事件 它的持续时间很长 但是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些子疫情 还是出现的层出不穷的 比方说红十字会 大家对它的一些质疑 比方说各地防控不利的 大家对它的一些质疑 包括新闻发布会 包括李文亮的这些等等 这种子疫情还是流转速度很快的 只是说母疫情 总理解它的持续时间特别长 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直接渠道 也成为所有关注力和情绪最集中的爆发地 2020年2月7日 中国网民在虚拟网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体性默哀 他们在微博 微信朋友圈及其他社交媒体上点亮蜡烛 沉痛哀悼一位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倒下的年轻百一战士李文亮 内地上其实大家看到了 在朋友圈里面 在微博里面 大家那种经验和怀念的那种语情 那种状态是非常的密集 高强度高渗透高密集的一种状态 这种网络语情的状态 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 有网络语情这个说法和这种现象以来 可能是列入最高的一次 伴随自媒体新媒体的强势 在社交媒体时代 谣言也无处不在 疫情期间 营销号携手被封在家 憋得难受 而14亿人闭关坐月子 闲得无聊 于是不少自媒体 炮制出一篇篇十万家的文章 各种偏方防疫 诸心猜测 移花接木 当舆论战场从主媒体 转向自媒体 谣言似乎比真相更容易传播 大家在恐慌之中 确实是所谓病急乱投疫 在一种恐慌的心理的时候 任何的信息都有可能没放大 大家都有可能觉得 万一是真的呢 所以这次其实在疫情中 很比以前 就很多的东西 其实药也好 或者什么 它其实没有那么有声音烧 但大家总是愿意去反应一下 说万一是真的呢 万一有效呢 当然我觉得官方的声音还是太薄弱了 也是导致现在在这种情节的情况下 大家无所失聪吧 面对谣言 专业人士一眼看穿 老百姓极难判断 阴谋论者深信不疑 两年前 从美国制药企业辞职回国的医学博士里之中 在自己的自媒体公众号上 开设了一个新的板块 叫做常年辟谣 但显然 这些辟谣的科普类文章 远远不如谣言转载量高 你知道写科普的人都特别无奈 经常觉得自己啃嚓啃嚓嚓 写了半天 翻了好多文献 最后发出去 几千的阅读 几万的阅读 就有别人分分多十万家 为什么谣言比真相穿得广 其实英国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谣言比较新颖 那就真相只有一个 特别无聊 举个例子说 现在没有任何的特效药 可以治这个病毒 这是真相 但这个真相相当无聊 对于老百姓来说 而且非常不正人量 所以不愿意穿 大家愿意看到 大蒜 猛鼠 看感冒的药物 什么草药汤等等 能够有神效 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 从来没听说过 有怎么怎么样 再加上一些恐慌 就特别容易穿 而且这个比较可怕的一点 就是无论你是什么学历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对于谣言 只要它不是你的专业领域 说白了 你不是专门研究生物医学的 不是专门研究病毒学的 哪怕你是公司的CEO 哪怕你是一个别的 知名大学的博士 都有可能种召 所以这个确实是 非常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疫情期间 网络呈现出人间百态 在传媒大学老师刘俊看来 这是一场人类 虚拟化生存的预演 随着科技发展 或许终将成为一种常态 其实在人的整个未来的发展当中 额空和虚拟化的存在 应该是人类发展 人类心理体生存的一个 基本的潮流和趋势 比方说二三十年后 人类的虚拟现实的技术 成熟以后 那个时候 虚拟现实的眼镜 可能只是一个硬性眼镜 然后在人的主要的神经末上 贴上电子皮肤 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非常简便的 非常容易的 进入到那个虚拟现实 或者混合现实的 一个生存状态 在那个时候 如果类似于 有这样的武汉疫情 我们每个人 其实那种隔空上课 和隔空办公 就可以高度的模拟现实 人 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 你的家是在哪个地方 我带上去眼镜 同时同刻都可以 到一个同样的空间当中 我们开会 我们来上课 甚至我说了 人身上贴上电子皮肤 那是有护觉感知的 大家握手 大家互相感受到 彼此存在的这个气息 都会有的 所以到那个时候 隔空生存 就变得更加的普遍 我觉得这可能是人的 一种基本的 一种发展的模态和方式吧 而在教育专家 王定军看来 人格的培养 终将回归现实 对于青少年们来说 上好这场抗议大课 更为重要 我认为这是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 教育活生生的素材 我们要把这个大课上好 我觉得对每一个孩子的意义 远远大于说 我讲了一点什么知识 什么方法 所以我们能够让这样一个悲剧 这样一个坏事 怎么样能够发挥积极 教育方面 发挥积极的意义 不能让那么多的人 白白的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们一定要 就吸取一些教训 因为这些事情的 疫情的出现 我们还是有 值得好多地方 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们还是要提高 我们的科技水平 提高我们的环保的理念 也提高我们的管理的水平 这些都是 只有今天的 这个年轻的一代 能够吸取这个教训 能够深入思考 将来有朝一日 他们成为国家民族的管理者 他们一定不能够重蹈覆辙